既然幾年真正方看輝酒疵溫 台南郵局還有財政保管務署 是加強國際郵報的檢驗 台南市市長為替財財 來視察台南郵政處理中心 連合作中央和地方 我來的台委帶到的政議權 來視察郵報的檢驗 加強創作郵報的檢驗 加強創作郵報的檢驗 台南郵政處理中心 日前勒說對泰國的郵報當中 驗出三種含有輝酒疵溫 北斗血栓優秀的案例 目前才是純粹善禮的奧貴 台南市市長為替財 一早前前往台南郵報 處理中心市場 讓民眾要記住 口提議中心再來市場合作 特別來我們台南郵局 來了解也來希望說 藉這個機會能夠讓大家知道說 春節期間 大家送禮的情形蠻普遍的 不僅是國內的親友互相送禮 海外的親友也常常會想要送禮進來 那我們有可能會送禮到海外 那因為今年年初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已經好幾件透過郵件來寄送裡面 被查出含有肉類製品 其中有三件含有非洲豬瘟病毒 台前部官務室 高雄官加南訪官民憲長 感慨 使喚國際郵報X光資查研作業 農委會 董地物 公益 兼益局 高雄分局 台南 兼益藏 近出黨 兼益款 進行郵報A檢驗 那我們現在就請我們的檢疫權 好 看什麼 幫我們偵測這邊的高風水融建 謝謝 好 狗狗現在坐下來了 這就是對這個行李有疑慮 那我們就請油務人員來幫我們看這一件 是不是有動畫 會到隔壁的海關檢疫櫃檯這邊看 剛剛由海關以及檢疫櫃檢查出來的檢疫物呢 我們會先進行目視檢查 然後看檢疫物的外包裝 它上面是不是有成分表 那如果有成分表的話 可以幫助我們判斷裡面的成分 好 那成如大家所見 好 這是一個豬肉製的豬肋條 好 好 就是豬肉產品 此時呢 我們會進行拍照 然後 拍照之後呢 我們會進行秤重 確定它的重量 然後此時呢 我們就會開立檢疫處理通知書 那檢疫處理通知書呢 它總共有三連 包括了收盡者連 海關連 以及狼檢局等三連 那因為108年我們修訂動物產品防治條例 那我們如果有包輸入動物檢疫物的話 它是不得輸入的 只能退日入入或是銷毀 檢疫另外表示 再來百分不能搖擺到台灣 民眾如果有收到 尤其是銷毀的肉類製品 不來驚告 讓檢局以及所有學的分局 也就是 農業局動物 讓它保護處 將以法採取 三萬塊以上 十五萬塊以下的法款 請民眾要注意 記者陳哲生北區採訪報道